第十战 第十战 时辰已到 是时候出发了 出发 今天露雲舰主要召开纵门大会 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希望一切都好吧 醒了 你居然突破到阴阳二重之境了 你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地牌 恐怕再过几年时间 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被你比下去了 连前辈 走吧 是时候了 诸位 昨日万剑阁遭受了千年浩劫 范无杰死去 十余万弟子扑施万剑山 而今日 我将就任阁主之位 全力整顿万剑阁 以阵兴万剑之名 弟子无以为何者扑施 都起来吧 昔日 范无杰立下诸多门规 并立下十八剑阁 同管万剑阁 但现在 我决定撤去十八剑阁之位 改设十大长老 一同管理宗门之事 执法长老 由陆行担任 但凡门规刑法之事 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连我也不能随意更改 此举可有意义 至于传宫一脉 对万剑阁意义重大 将直接关系到万剑阁能否兴起 所以 我决定立下七大长老 共同管理事业 而这七人 分别是 古玄青 陆陵 宁乐盘 陆清玄 陆清遥 水千月 和楚虎 什么 他们未明也太年轻了吧 师尊 我刚刚加入万剑阁 资历尚浅 实力也不出色 这传宫长老之位 我不敢接受 我意识如此 传宫长老 关乎到万剑阁能否崛起 而我年纪尚浅 恐怕无法担当此人 还请十分再次 昨夜 我让星辰古宗归隐入林 并且派遣武敬喜和静天军 前往星辰古宗 将十八古城纳入万剑阁 换言之 万剑阁将统设十八皇朝和十八古城 不再独修光之剑影 而是统修七系剑影 好大的魄力 陆云剑主 这是要将所有的剑道天才 往落到万剑阁门下 每一名弟子 缺少任何一系剑影 就会沦为平庸 永远无法踏上剑修之路 这种感觉 想必你们都清楚 你们现在的修为不高 但终有一日 你们都会成为 独当一面的强者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 多谢师尊教会 我愿意担任 船公长老之位 弟弟愿意担任船公长老 两脉已定 至于最后的内务长老 我决定由夏清城担任 我 内务一脉 统设万剑阁大小事宜 时时刻刻光呼到 万剑阁的正常运转 而反观夏清城天赋平平 让他担任内务长老 统设内务一脉 恐怕难以扶纵 当初我就认建筑之时 三千门徒和外门的管理 皆由夏清城一人统设 他的管理之能 我尤为信任 是担任内务长老的 不二人选 多谢割主肯定 刑法 传供内务的九名长老 地位并无高低之分 然而 在九名长老之上 还有一位大长老 负责监管三脉 想必在场的万剑阁之人 都知道 在范吾杰掌控万剑阁之时 天才经常夭折 究其根本 是范吾杰想要独吞传奇古剑 而做的残忍举动罢了 鉴于这点 我立下大长老职务 他不隶属三大脉 却能监管三大脉的 言行举止 相对的 大长老也将受到 三大脉的监管 相互制约 分权制衡 这个办法着实不错 不知 这大长老之职 将由何人担任 我决定 大长老之位 将由百里狂生担任 难怪要我出席宗门大会 不过 我少有管理宗门之事 阁主的一番好意 我心领了 还是另寻他人吧 狂生 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 倘若最后你仍是 不愿意救人大长老之位 我绝不会强求 进去吧 这里是何处 剑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ism 不愿意 kill的 大长老 指 孤明思义 剑者 便是剑西之坟 自万剑阁 创立以来 此地就一直存在着 只是他的存在 尤为隐秘 除阁主之外 无人知晓 更无人能入 剑气之坟 万剑阁传承千年 经历了无数行衰 每当有一人死去 那人的随身剑气 就会被送入剑中 残存在剑气中的剑意 也将长眠于自动 默默守护着整座万剑阁 你可知 剑种内共有多少剑气吗 剑种存在了千年 剑气应当在百万左右吧 昨日血战 万剑阁共死去 十二万八千七百九十五 而这个死亡数目 在万剑阁的历史中 却算不得救亡 两千年前 万剑阁曾遭遇浩劫 仅一日 便死去了二十万弟子 什么 数千年岁月 数百万昼夜 据我所知 剑种内的剑气 已达三千三百九十八万 四千五百二十一 饼 那是何物 此蓄影并非生灵 它来源于天地 由万千剑气凝聚而成 故换为剑灵 何为剑灵 古语曰 世间万物 当剑气经过了重重滋养和淬炼 剑体内就会运出剑灵 只要剑修得到了剑灵的认可 就能随意掌控剑气 残光的剑体内 也运生出了剑灵 残光本是传奇古剑的剑区 千年前 传奇古剑的剑灵为了保存性命 主动舍弃了残缺剑区 在漫长的千年岁月中 残光夜夜悲鸣 但它仍未放弃 那时候 残光就已经凝聚了剑灵出行 如此说来 当初我接触残光之时 那一道道光影 也是由剑灵释放而出 没错 剑种存在了数千年 这些剑气的剑医相互凝聚 最终便运生出了剑灵 它的存在 汇聚了三千万剑气的残缺剑医 光是弥漫而出的杀意 就足以让天地为之色变 只不过这道剑灵只是初行 连意识都未形成 难以有所作用 而此时的万剑阁 既要重整宗门 又要镇压宗域 若未能顶住压力 万剑阁必将覆灭失衡片野 再无昔日荣光 所以 整顿万剑阁 肃清宗门风气 乃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而我需要你的帮助 好 我愿意担任大长老之职 只要有我在 定会帮你管理好万剑阁 绝不让你失望 央央万剑阁 并不属于我一人 而是属于我们 好了 你暂时先去万剑阁 帮我通管上下事宜 我需要在此修炼一番 好 你小心 着实玄妙 剑阴的体内 好像存在着什么东西 万剑圣殿 莫非万剑阁之名 正是来自此物 这股玄妙气息 居然跟水罗秋 有几分相似 这本万剑圣殿 很有可能也是传承于 星辰仙门 这万剑圣殿 好生玄妙 它虽是一本古籍 但给我的感觉 却宛如一柄剑 包罗万象之剑 任何剑意都要被它同化 甚至被卷入其中 一名真正的剑袖 他们所领悟的剑道 皆是来自本心 唯有走出自己的剑道 方才有意义 我绝不能受到它的影响 万剑圣殿 之所以会被遗弃在这里 多半是剑灵觉得 此物太过于危险 会令它失去 对万剑阁的掌控 我所领悟的混沌剑道 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正好可以让我接见一番 一剑即是万剑 一念便是万念 原来这就是万剑之道的精髓 万千剑道本为一体 也能应荣为一体 相比之下 混沌即是一剑 亦是万剑 无任何规则 也无任何束缚 斩 万物有序 混沌无序 但存在于世间的任何事物 既是从无序化为有序 再从有序化为无序 这就是混沌 一剑化混沌 缴乱天地虚空 那这一剑 就名为凡天室吧 以万剑圣典作为参考 短短三日时间 就让我参悟到了混沌之意 正式踏入混沌剑道 而且刚才那一剑 由武灵之剑催动开来 威力都如此恐怖 倘若以黑洞重剑来实战 威力定会增强数倍 还是把你留在这里 静待有缘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师尊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十八古城 已经较有五镜蟹去镇压 至于十八皇朝 隐隐有些难以掌控之感 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方可出手 此期间 你们必须整顿好三脉 绝不能敷衍马虎 是 暗谷尖 我已经聚齐了六大陪剑 只要纳入这三大陪剑 万象必改就能聚齐所有陪剑 越升为九温王旗 您 九大陪剑聚齐 万象必改一举越升成为九温王旗 所拥有的力量 也达到了九万象距离 足以掌控二十万斤的黑洞重剑 我已经聚齐了六大陪剑 越升为九温王旗 万象必改共拥有三大神通 第一神通为力量增幅 可提升两倍力量 即为十八万象距离 可足以轰碎一座小山坡 至于第二神通 虚无波动 能将所拥有的力量 转化为九重波动 让人挡无可挡 必无可避 这两大神通的杀伤力惊人 不知第三神通 又有何等独到之处 这 我的力量 竟然达到了一百万象之力 第三神通 万象之手 能够直接将力量 增加到一百万象之力 恐怕连涅槃强者的涅槃之气 都要被轰散 第三神通 把万象必改的力量 提升到一百万象之力 在此前提下 催动第一神通 岂不是能够将力量 提升到两百万象之力 果然能行 没想到 还没催动三息 我的领海 就几乎彻底干涸 唯有涅槃强者和武皇强者 方能发挥到极致 这些小孔排列方式 竟与北斗七星一致 而这个形状 光源玄境 果然如此 本源玄境 约含本源之力 万象必改上的七道小孔 恰恰对应七大本源玄境 难道说 此刻的万象必改 并非最终形态 果然如同猜想的那般 奇美本源玄境 乃是万象必改的一部分 他们的存在就犹如力量核心 能为万象必改 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凡天室 光源玄境和火源玄境的力量何等惊刃 按正常来说 力量绝非如此 这是 金龙黄气 没想到 此时的万象必改 已经进入了下片黄气层次 难怪我阴阳二种的修为 无法发挥其精髓 本源玄境 就存放在其他宗门之中 若我能不断收集 万象必改 恐怕能为力地病层次 是 我现在的实力 若全力一战 阴阳境界 应该难寻敌手 但我凭借一人 终究难以对抗一大宗门 唯有依靠其他的外在手段 才能缩小这一差距 云长青建筑 唐云环建筑 雷元光建筑 苏冷流建筑 多有得罪 还望海寒 你 你 你 成了 剑木遵凌处该差遣 你 涅槃强者 已能感悟天地规则 体魄经过雷劫的洗礼后 更是强横无匹 莫非凝聚剑奴的过程 也是有所不同 也是有所不同 你也有压制作用 正好 我可以让范无杰掌控十八剑奴 少去不少行李 少主 千五皇朝出世了 千五皇朝出世了 向千五皇朝 宣扬新的主权 岂料 对方情绪极其激动地喊着 不愿意接受玩弄手段之人 掌控千五皇朝 最后 对方偷袭 我放九名师兄当场身亡 我也被抓了起来 惨遭酷刑折磨 连灵海 都被前印一拳轰碎 卑鄙至极 打算你灵海之人 名为前印 没错 几日前 前少身患重疾 病床不起 前印就此替代君主之位 当日 我们刚抵达尊武城 前印就多次出言 辱骂万见客 此事我已经知晓 你先退下养伤吧 是 前五皇朝崇尚武道 而执掌朝政的前印 又是阴狠之人 他应该是想要震慑我们 以此谋取利益 我同意出虎的看法 对于如此之人 我们绝不能忍其姑息 我建议 强功尊武城 以胜夫人 万见客经历了改朝换代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战 威震十八皇朝 万见客经历过浩劫后 必须树立宗门威严 但是对于前五皇朝兵变一事 我感觉还有许多的疑点 三日前血战结束 万见客归我统设 而前哨突然病重 由前印掌控前五皇朝 时间未免也太强了 此乃一点一 一点二 前印生性阴险 好玩弄手段 但他对待万见客 强硬而又无情 根本不像是谋取利益 一点三 他故意放王点一条生路 废而不杀 似乎是为了激怒我们 那依师尊所想 此事 此事还未调查清楚 一切都只是猜想罢的 我准备亲自前往尊武城 彻底调查 阁主 此事本由我负责 现在出现了事端 也应当让我处理 你身为大长老 统设宗门大小事业 一旦离开 反而会影响宗门的运转 而我是最好的人选 好了 你们就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切记走漏风声 影响宗门运转 怎么 又要陷入沉睡了 两宗血战 你虽没有参与 但却私吞了不少灵脉 以这样的速度 很快就能进入阴阳二重吧 不过 我需要前往尊武城 暗中调查一些事情 你飞行速度快 陪我走一趟吧 此事不容半年拖沓 先起连翼 后先厉害 难道说 尊武城 Hole Running 这里竟然是万里之外的尊武城 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 原来如此 就算太虚石灵蟒自身的灵力储备 能轻松胜过同等级的人类物者 但阴阳境界的太虚石灵蟒 仍处于幼年期 而穿梭虚空的距离越远 消耗的灵力就越庞大 现在恐怕早已耗光了灵力吧 熟悉了全新的容貌和身体之后 突然变回原来的模样 倒也有几分不自在 是他 我一定要活下去 一定要把镇像攻注于庄 小姐小心 苦苦寻觅两年的人 怎么可能出现 韩雨昕 你中毒了 这绝不是幻觉 你中毒一身 幸好毒素并不强烈 稍微静养片刻 就可以将毒素悉数排除 不好 不愧是前五皇朝的公主 一般身中画灵散之人 灵海会变得枯竭而亡 你居然能坚持这么久 逃出了宗武城 实在是让我刮目相看 逃如何 最后的结果都是此 你又何必这样浪费时间 前五皇朝的公主 看来 你不叫韩雨昕 应该叫前雨昕吧 我当时只是为了方便行事 竟然还有闲情雅致聊天 这四人都达到了第灵九重之境 我会全力拖延 你抓住机会 立刻离开宗武城 绝不要回头 你要掩护我 让我一个人离开 虽然这次的见面很突然 但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当初你出言指点我 并救了我的性命 那么今天 我绝不能让你卷入这趟浑水 更不能让你受到丝毫伤害 那么今天 我绝不能让你卷入这趟浑水 更不能让你受到丝毫伤害 重伤之躯 身重化灵散 现在的你 只不过是强弩之末而已 难道你以为真能挡得住我们四人 我知道你剑术很强 但修为远不如他们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前雨昕如此保护这名男子 或许他身上有不少秘密 杀了未免有点可惜 不如抓起来 废去修为 再好好拷问一番 你看如何 活躁 狂猛的小子 这就割下你的头颅 我只能撑一会儿 你怎么还不走 你们刚才说 我死到临头了 我的身体 现在逃 有用吗 难怪你如此淡定 你的实力好强 能一招灭杀四人 又有人追杀过来了 而且 我还感觉到了 钱奥峰的气息 钱奥峰是何人 钱奥峰 乃是尊武成的禁军总教头 这四个地灵九重之人 正是隶属于钱奥峰手下 而钱奥峰 是货真价实的天灵三重强者 倘若我们被他逮到 必死无疑 去去天灵净吗 能隐医气息 别说话 立刻跟我走 教头 死者有藏领粉的痕迹 应该是钱奥峰 不过 钱奥峰还不足以灭杀四人 应该是有高手相助 那名高手跟着钱奥峰逃而不战 这便说明那人不如我 不足为据 教头聪颖 属下佩服 立刻传令下去 彻查尊武成内外 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找出他们 是 钱奥峰 纵使你有高手相助 那又能如何 终究逃不出我的掌心 我们已经安然来到尊武成了 你的手可以松开了吧 不好意思 我一时没注意 我们要去哪里 最先楼 最先楼位于尊武成的中央处 隶属于尊武成世家之首 叶家 即便皇族到来 都不会搜捕 谷雨有言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次针对我的封锁行动 连一样强者都参与其中 我们根本不可能突出重围 所以我们一定要藏匿身份 这座最先楼极为广阔 远胜过寻常腹地 而且此楼还布消了不少灵阵 倒是别有一番用心 现在逃有用吗 本以为这次逃无可逃 没想到 在紧要关头之际 我居然遇到了他 并且再一次被他救了 难道这就是缘分 在休息吗 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事情 想来问一问你 进来吧 据我所知 最近的尊武城陷入了动乱之中 前几日 甚至还出手杀了万剑阁之人 你身为公主 应该知道这件事吧 其实 你所听到的这些传闻 都是阴谋 一个天大的阴谋 阴谋 数日前 洛云剑主 捅射了万剑阁和星辰古宗 父皇便准备前往万剑阁 表明拥护之意 突然 一群神秘强者 将父亲打成重伤昏迷 随后 他们与君王之位 利诱了前印 掌管了整个前五皇朝 而之前杀害万剑阁弟子 也是他们所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拉拢 其他的王国和皇朝 抵抗万剑阁 那你为何会遭遇追杀 前印不得人心 我趁机集结了一些忠义之人 强行将父皇救了出来 但在逃离时被发现了 我便将自己作为诱饵 让父皇安全撤离 现在 只要父皇苏醒过来 就可以揭穿前印的阴谋 让宗武成重回安宁 只不过那群神秘人太强了 我们哪有胜算 你也不用完全绝望 总会有机会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让洛云建筑亲自出手 出面那群神秘之人 但经过了上次的事 恐怕万剑阁 已经将前五皇朝 投射为了敌人 又怎么会相助 如果你就是传说中的 洛云建筑 那该有多好 数此以来 我所有的烦恼 都可以悉数解决了 其实 我就是洛云 其实 我就是洛云 谢谢你安慰我 但我知道 你绝不可能是洛云建筑 为何 洛云建筑我虽未亲眼见过 但听闻不少 他年岁未满二十 却已进入阴阳境界 擅长中箭 一箭破万法 虽说你的天赋也不差 但修为却是远远不及 再者 你擅长快箭 而洛云建筑 擅长中箭 最重要的是 洛云建筑的相貌 飘逸如药 哪怕是一名绝美女子 都会感到自残行贿 而你 你这一番分析 倒是句句有理 何事 回贵客 今晚时分 最仙楼将在顶楼举行一场拍卖会 如果贵客心存兴趣 可以前来一关 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最仙楼的拍卖会 想来是尊武成的一大盛事 任何一件拍卖之物 都是不可多得的重宝 就连王器也不在少数 能吸引无数人的注目 怎么 你有兴趣 我刚逃出皇宫 身上缺少保命之物 正好可以趁着这次拍卖会 看能否有所收获 那好 就去看看吧 对了 当日在洛峡谷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的名字 姓楚 名行云 楚行云 似乎在哪里听过 这家伙 竟然是叶家家主 这说明 此次的拍卖会 将会出现许多重宝 没想到 这次的拍卖会 居然由叶长空亲自主持 想必诸位都认识老夫 今日的拍卖会 由老夫亲自主持 废话就不多说了 今日的第一件拍品 名为锁灵骨刀 一文王器 此道挥出 能封锁虚空中的天地灵气 让对手措手不及 七派价五十万灵石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万枚灵石 六十万枚灵石 六十五万枚灵石 第七十八件拍品 名为蓝羽霓裳 这件蓝羽霓裳 由蓝羽灵鸟的灵雨编制而成 水火不侵 权力催动下 还能够凝聚灵鸟之魂 使得速度大大提升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 难得王器 七派价三百万灵石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万枚 竟价开始 三百二十万枚灵石 三百三十万枚灵石 霓裳 天羽霓裳 刘相 你还好吗 这件蓝羽霓裳的造型颇为华美 再者 它能够规避水火 抵挡百毒 危机时 还能够凝聚灵鸟之魂 快速逃出险境 的确很适合你 倘若我能够得到 就能轻松躲避追杀 三百七十万枚灵石 五百万枚灵石 此人是云家家主 手中掌握着数条上路命脉 既然他已经看上了蓝羽霓裳 就绝不会放弃 他说的没错 只要是我看上之物 就绝不会放弃 你们斗不过我的 不自量力 你是否心仪此物 不知你这位云家家主的手中 此刻掌握着多少财富 不多 千万灵石而二 千万灵石的确不多 那好 为了避免无意义的争强 我决定家家制 一亿灵石 一亿灵石 买一件无闻王器 你疯了不成 你若想竞驾 直接开口便是 若无力竞驾 就给我闭嘴 你 惠伯他人一笑豪至万金 果然让人动脑 只不过 我看你衣着普通 修为平平 这一亿灵石 什么 竟然是万剑阁 铸造的万剑壁 一枚万剑壁 等同于一百枚灵石 一尊巨大铁箱 能容纳十万枚万剑壁 换言之 十尊巨大铁箱 便是一百万枚万剑壁 换算成零石 正是一亿灵石 一亿灵石 成绞 这件蓝玉泥茶 将归这位少侠所有 尊巫城 什么时候出现了 如此了不得的人物 你收下吧 这太贵重了 我 这是报答你当年 以及先前帮我逃离的报酬 是你自己打败了那四人的 这份助人的心意 远比这些灵石贵重 谢谢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好 接下来将要拍卖的物品 为本次拍卖会的压咒之物 正是我面前的这根权杖 此物看似普通 但品阶却达到了九文王旗之列 竟然是无上帝兵 冤魂之末 不愧是九文王旗 气息好生诡异 绝非一般古墓锻造而成 此物是我无意中而得知 不知来历不知年份 一回之下光化万千冤魂 可强行剥夺一切升级 绝对是九文王旗中的顶尖之宝 古籍曾言 人死后 魂魄将脱离躯体 进入轮回 而那些死前带有强烈怨恨之一的魂魄 将无法轮回 四处漂泊 最后都会来到幽冥之地 停歇在无知无业的冤魂之墓上 久而久之 冤魂之墓 就沾染了世间的一切邪恶 怨恨 传说中的冤魂之墓 代表着极致的死 相当于无上帝兵 当年 我为了踏入地境 苦寻不得 此刻居然被误认为九文王旗 真是宝典天物 这一件九文王旗 无奇牌价 大家可以肆意竞价 穷极十八皇朝 九文王旗也是极其罕见 若能得到此物 说不定能成为一方好巧 此物的价格难以估量 想必会有很多人心存念想 人呢 大胆 好快 死 这是天地之力 事故了我数十年的修炼毕章 竟然松动了 大胆 狂徒 不仅强行抢夺拍片 还敢对家主大打出手 今日 你休想活着离开最仙楼 杀 住手 叶长空 就此叩喜恩公赐予 刚才的冒失举动 还望恩公莫要记挂于心 恩 恩公 他不仅强行夺走权杖 还对叶长空出手 实在是胆大妄为 叶长空 却换他为恩公 恩公 若你看上了这根权杖 尽管拿去 此物在我手里 也只是抱天天物 什么 离见珍贵至极的九文王器 就这样拱手送人 你们还不快滚开 谁敢来恩公的路 我就杀了谁 恩公 请 我们走吧 叶长空 恭送恩公离开 家主 人已经走了 酒囊犯淡 我修为停滞不前 寿命也所剩不多 只要我一身死 叶家将大乱 而经过恩公的点拨 我必将踏入阴阳境界 寿命大增 相当于给了叶家一次新生 你们还未搞清状况 就出手 愚蠢至极 传令下去 所有叶家之人 立刻返回府邸 我有大事要宣布 你刚才和叶家主 是否达成了某项协议 所以他才会将全账赠予你 算是吧 一件危险的未知之宝 换来一场造化 叶长空当然乐于接受 故弄玄虚 你和叶家主的修为 相差甚远 居然还说送他一场造化 你还真以为你是洛云建筑啊 不用以为 我就是洛云 不愧是传说中的死物 力量果然强好 也幸好叶长空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无法掌控此物 否则前五皇朝 已经变成了荒地 万寿火的存在 霸道无匹 每一次进化所需的资源 都是难以估量 进化之虎魂燕心 也是目前的极限 五星大道 木者可生火 万寿火是最为霸道的火焰 而冤魂之木 则是代表着永迹 死亡 两者存在 差异太大了 不知这两屋相遇之后 到底会产生何种变化 来了 一亿灵石 就未出一口恶气 真是个败家子 秦耀风来了 楚星云呢 他去了何方 禁军办事 生人无尽 若胆敢违抗者 当立珠 人生人无尽 禁军办事 生人无尽 若胆敢违抗者 当立珠 你们是谁 我衣服还没穿呢 这是我东西 还给我 钱家头 你这是 我奉君王之命 追杀大逆不道的逃犯 经调查 那些逃犯 就躲藏在最先楼内 就算是奉君王之命 也必须得到叶家的同意 请代我禀告家主 乔风 你居然敢挑战 叶家的威严 现在的皇城 皆由我钱奥峰掌控 区区一个叶家 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等叶长空那个老家伙 出关后 也要死在我的手里 死 死啊 找到了 这剑王气很是不错 居然达到了五文之列 应该是那位高手 埋给你的吧 高手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的眼线便不尊无成 你以为 这句话能骗得了我 又或者说 那人知道我亲自到来 吓得逃之夭夭了 你给我闭嘴 拿下他 你伤了他的性命 如此国色天香的女人 倘若不认真享受一番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你敢 我为何不敢 那人为了你好之万金 买下这件蓝羽霓裳 倘若他知道 自己心爱的女人 就要沦为卑贱的床奴 不知心里是什么子们 愚蠢 我和楚行云 只是萍水相逢 你以为抓了我就能逼他出来 是吗 那我就试一试 此情此景 居然还想着逃出生天 有意义吗 冲者要走到尽头了吗 剑之鬼剑 好生强悍 这就是电池轨迹 楚行云 立刻离开纵武城 一定要回 楚行云 你 你怎么出现了 刚才的感觉 千万不要忘记 以心欲见 便能看到见证轨迹 刚才那声音 难道是你发出来的 你做得很好了 接下来的一切 就交给我吧 交给你 你区区一名地灵七重之人 居然说出这番话 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据情报所言 此子拥有巨大财富 只要将其诛杀当场 这些财富和王器 都将归我所有 楚行云 钱奥锋手中的长剑 乃是一件五文王器 权力催动下 纵使你我联手都 无法抵挡下来 我们立刻分散逃离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逃 尊武城之大 你能逃到哪里去 去死了 天堂有路他不走 非要英雄救美 实在是愚蠢之机 这一掌平平无奇 还是放弃离开了 这是什么手段 光技掌 可运万古 可灭生机 敌人七重的随手一掌 就诛杀了钱奥锋 他一定是隐藏了实力 他居然杀了钱教头 难道他不知道 钱教头 已被纪大人 收尾了侵传弟子吗 好强 这才是楚行云的 真正实力 那个纪大人 你可曾知晓 数日前 一群神秘强者 降临宗武城 为首的那名阴阳强者 便是纪大人 我一息记得 今晚 钱奕将会宴请 各大势力之主 共同节地盟约 我们杀了钱奥锋 又大肆屠戮进去 那位纪大人 多半要出手 趁着他还未出手 我们立刻逃离吧 所有人齐聚皇宫 倒是让我省了不少功夫啊 走吧 让我看看那个纪大人 到底是何方身手 醒了 醒了 正在检测新速度 初醒云 你疯了不成 难道你不想诛杀前印 重新夺回皇权 我当然想 只是 那就走吧 让我看看那个纪大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如果这片夜空是永恒的 那该有多好 诸位 此时此刻的万剑阁 强者稀少 那洛云更是只会玩弄手段 倘若我们揭竿而起 圈地为宗 就能夺得一方宗欲 如果处理得当 或许还能够压制住万剑阁 成为十八皇朝的统治之人 如果你们利用手中的权力 在各大皇朝引起混乱 万剑阁必会因此分崩瓦解 到那个时候 我将会出手 率领你们迎战洛云 一举成为人上之人 遵听纪大人号令 遵听纪大人号令 都起来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季渊 你堂堂大罗金门副门主 居然来到前五皇朝 作威作福 称王称霸 你还要不要点脸 什么 纪大人 居然是大罗金门的副门主 众所周知 六大势力曾定下协议 相互之间 绝不允许插手宗门事宜 更不允许掌控世俗皇朝 一旦违抗 必将予以承解 大胆狂徒 你休想妖言获重 真人就是为了扰乱尊武城 瓦解我们的同盟关系 还请诸位莫要轻信 扰乱尊武城之人 应该是你吧 前衣 你显然知道 继约的真实身份 就是想趁着万剑阁百废待兴 瓜分万剑阁的踪欲 你为了一己之私 蒙骗子民 无视六大势力的协议 更狠心将皇族赶尽杀绝 简直冲手不如 堂堂副门主不仅暗中挑拨 还要出手偷袭 真是孝杀 果然是季月 前衣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骆云 你不愧是六宗大笔的鬼手 天赋果然惊人 仅过去如此短的时间 修为就达到了阴阳二重之境 甚至就要踏入阴阳三重 实在让老夫佩服 这名相貌平平的青年是骆云 算你还有几分眼力 他真的没骗我 他真的是骆云 最重要的是 骆云建筑的相貌俊意如妖 哪怕是一名绝美女子 都会感到自残行窥 而你 既然她是骆云 闹梦我之前所说的话 岂不是 身为万剑阁阁主的你 不但欲容改言 还没有任何强者跟随 未免太可怜了点 又或者说 你手下 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强者 只能亲自到来 居然能避开我的偷袭 不错不错 连神霄殿的长老夏云青也来了 看来大罗近门的林渊礼 和神霄殿的顾玄丰早已计划好 派出了纪元和夏云青潜入资务城 暗中挑拨 动摇我万剑阁的统治 暗中挑拨 斩空灭灵阵位列七级层次 源于上路 是神肖殿的绝密杀阵 催动到极致 即便是阴阳强者 都难以抵挡 还算你有点眼力 今日你既然来到了尊武城 那就把命留下吧 只要你一死 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宗誉 就将归我们所有 要怪就怪你太愚蠢 居然自投罗王 不愧是两位大人 从今往后 我愿意加入大罗金门和神肖殿 为两宗侍从 我们也愿意加入大罗金门和神肖殿 我们也是 你们想杀我 怎么回事 我愿意加入大罗金门和神肖殿 你被练习了 我愿意加入大罗金门和神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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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贩毒 还愣着做事 还不出手诛杀这座蟒蛇 空剑之力 这座灰黑蟒蛇有些许果怪 如果继续跟它缠倒 必定会延误了大好战机 莫要理会这灰黑蟒蛇 立即结阵 全力诛杀路 活动 齐 好生鬼的力量 不 我不想死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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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月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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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三重强者 被落于一箭诛杀 我进入阴阳二重后 黑洞重剑达二十万剑 手臂上的万象壁凯 也晋升至下品皇器 而且刚才那一剑蓄力后 力量达到十八万象之力 就连涅槃境也可一战 杀一个阴阳三重的夏云青 何难之忧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洛云 我的九尾大到阴阳七重 绝非夏云青可必 你觉得你能杀我 不是觉得 是一定的 季月逃了 这个洛云实在是诡异难测 每隔一段时间 实力都会飞快跃升 刚才那一剑 我有信心挡下 但要想毫发无伤 却有些难度 眼下计划已经彻底败露 留在尊武城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当务之急 就是将洛云的信息 立即传到宗门 绝不能让此次继续成长下去 否则将来必成大患 这是我神宵殿的几位王旗 左空凌王 洛云 你非要赶尽杀绝不成 数日前 以纪渊和夏云青 率领十几名天灵高手 伪装身份 以残忍手段 大肆投入无辜之人 强行掌控了尊武城 随后 有诛杀万剑阁弟子 引来尊武城的动弯 并且集结各大皇朝的势力之主 准备谋反万剑阁 倘若此举成功 十八皇朝将彻底陷入恐慌中 到那时候 死的人数以百万计 此时此刻 你居然说我赶尽杀局 着实可笑 我不愿动手 并不代表着我惧怕于你 既然你执迷不悟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阴阳强招 狂射掌控 这就是阴阳七重的实力 好生霸道 绝非洛云所能抵挡 你以为用同样的把戏 就能胜过我 是吗 幻象 凡天 这是什么剑招 我和他 终究不在一个层次 原本我只是想整合万剑阁 和星辰古葱 便去攻打九恒宫 救出刘萧 但是如果熬战期间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在背后使半子 也是颇为棘手 既然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你们如此迫切 想要加入我万剑阁 毕竟 人不犯我永不犯人 人若犯了我 我便让他有来无回 救出刘萧 救出刘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